嗨 大家好 剛剛他問我有沒有去過柏林 真的沒去過 不只柏林 哪裡都沒去過 所以以前朋友常常跟我開玩笑 打電話 國際大導演在哪 我就會開玩笑的回憶 回應他說 我就是正式在家我 但是都是開玩笑的 從現在開始 去過柏林 你就可以正式的問我 國際大導演在哪 我就會很正式的跟你說 就是我 那小弟導演 小弟導演應該是坎城去過 酷馬 戴藍正榮 柏林去過沒有 沒有 今年越南眾人也會在那邊 跟大家講一下 我覺得沾光 沾一百年的光 沾金馬 演員會很有心的光 沾每一個 共同走過台灣電影 比較低落的時代 還有整個持續不斷努力 大家一起努力的這個 沾這個光 大家一起努力的光 謝謝 因為台灣電影很少 就這麼大膽的犧牲 是全正面是裸露的 所以小弟老師 他是演員還是工作人員 我現在心情上 還是很重的負債的感覺 這是我大學同學的女兒 是嗎 但是你知道大家他紅了 因為大家覺得他很為台灣電影做 因為其實這是一個 在歐美來講 是很自然的一個表現 呈現方法 但台灣演員是沒有人這樣做過 因為大家都很好奇 他是個什麼樣的演員 我真的很謝謝他 我真的從他穿尿布 最認識他到現在 沒想到最後害他的人就是我 然後要拍的時候 他大概在裡面待了半個鐘頭 都沒辦法出來 等了很久很久 真的真的謝謝他 我覺得台灣的年輕人真的是 其實是越來越活潑 越來越活力 越來越勇於表現自己 真的很謝謝他 好 我們下面這位呢 他也是宜蘭文化局的局長 現在在宜蘭為我們的電影文化 對我們的文化事業 在那邊扎根在裡面發光發熱 鄭文棠鄭導演 他的單元是老人與我 來 導演有去過柏林嗎 沒有 也沒有第一次 好 來 陳俊玲去過了 陳俊玲去過了 那 對 就是 我認識小力老師很久 那個從大學開始就認識了 一直跟他很接近 就希望看有機會 可以讓我表現的事情 好 他太年了 那個沒有去過柏林 是因為真的拍很久的電影 一直進不了柏林 沒想要拍個五分鐘可以進柏林 所以 真的是很感謝前輩導演 這樣子帶著大家一起走 才有機會 這真的是一個宜蘭文明的事 那當然我今天來是 還是宣傳一下宜蘭 我拍的是第六部那個老人宜蘭 那其實坦白說很簡單拍的 非常簡單的方式在拍這個片 那也就是說 你看那個 那麼簡單拍 已經那麼簡單的Tim拍出來 宜蘭就是那麼漂亮 我真的有機會 常來宜蘭 我相信台灣電影的下一個根基會在宜蘭 就是 謝謝 謝謝鄭導演 鄭導演一直拍很多很好看電影 包括他一位女兒 鄭宜蘭也是非常的一個 漂亮的女明星 當他在宜蘭 這樣子為台灣 為文化世界扎根 是一個非常值得大家欽佩的 那下面一位 神可尚導演你的倒戰停車 導演去過山上影展嗎 去過砍枕 沒有去過柏林 對 導演是砍枕 短片有得過獎對不對 是是是來講一下這次的這個柏林 你的心情 心情其實 我記得前幾年我在那個金馬 金馬影展 看到一部片是德國的一部 叫柏林95 還是什麼 他是一個那個十部 十部 警示的片子 對 警示的片子 對 警示的片子 然後拍當下的德國 來詮釋當下的德國 然後那時候我在台灣的電影裡面看 我就覺得好像收到了一個 德國導演送來的禮物 就是 真的不能讓我看到 那麼多德國在地的導演 然後 怎麼去看待自己的土地 所以 就是能夠 入選柏林 其實心裡面有一種 想要 回贈禮物的感覺 對 所以 回贈禮物是一個 那個心裡面 內在的東西 那更大的是因為沒去過 然後又聽說非常非常冷 所以 就是 柏選茶掌帶著相機 準備去拍照 心情也是蠻強烈的 謝謝 你只要跟德國關係好 跟德國電影界關係好 新的電影其實有機會進柏林 這位呢 他今年的短片是二五六項 十四號五樓之一 陳俊玲導演 來 講一講 其實 這次有 有機會參與 這個計畫 今天覺得非常非常的誇張 所以 你只能去過柏林 其實這次跟那麼的崇拜的導演 其實其實要更開心 謝謝 好 那我們要祝福石家石 在柏林展 能夠讓更多國際界的人士看到 我們知道我們台灣電影有這麼好的一部 建國百年限里的電影 檢查 英文 之間 十二 早 小 近 一